台湾第一點 不要只是溫體牛肉 就是溫體無塞 我有一種回到當初 幫豆大福 豆大人青菜的感覺 很可怕耶 我們家資金很多啊 對 對 這講得很可怕 分到時間就浪費 每天圓圓所以要來煮大便 酸 甜 脆 而且清爽 我開始想要去OVE了 聽說你這邊的小紅瓜 你還會蓋年貝什麼意思 賣魚腸很酷耶 夾你胡椒粉 對 甘苦的味道 這太好吃了啦 你們從小就吃這些東西耶 這裡是雲林縣 土褲的順天宮 每一年的遶境白沙豚馬 一定會經過這裡 這是它的必經之路 但是你只有跟遶境 才能來到土褲嗎 不 你平常也可以自己 來土褲走一走 聽說土褲現在有很多 好玩的地方 這個40塊 這個20塊 30塊 漂亮 嗨 這裡是土褲 這間是什麼 好漂亮 這個是我們土褲的第一市場 第一 市場 有這麼乾淨的市場 有啊 走期是我們土褲鎮的一個庶民自己 因為它不化之後 變成一個文創的地方 文創了啦 土褲文創的地方 好 來去看看你平常認識的土褲 有什麼不一樣的 對 走 來去走一走 GO 土褲就自念 聽來或看來都帶點土味 不過以農業為主的土褲 可是位於在雲林的中央 不管往南或往北都非常的方便 也因為位於居藥道上 才逐漸形成聚落 成為了一個城鎮 想知道這個沒有虎尾 骨坑出名的寶庫 藏有什麼內涵 當然就得需要在地人帶路囉 它是不過老街 對 這裡要是老街嗎 因為你看到它上面的牌坊 有沒有 都是以前的 以前啊 上面還有寫東西 鐘錶眼鏡好 你說它很有特色 對 真的啊 我來看一下... 它叫查理喔 所以這個金茂利鐘錶行 就是專門賣就是 很有年代的手錶 對 它是在1950年的 土褲的第一街 真的喔 嗨 大姐 你好... 是從您開始就是做鐘錶行 是從我公公 你公公開始做鐘錶行 是... 然後你是接手也是做鐘錶行 對... 在土褲這邊你們做了幾年 今年已經進入到74年 74年的鐘錶行 你有沒有想要有一件很妙的事情 它經歷了時間 但它卻在賣時間 但是時間到底存不存在 我覺得是存在 因為時間不會不見 然後又每天每天的就是存在這樣 過去存在嗎 應該是存在記憶 記憶 對 它是記憶嘛 所以如果以時間會存在的 這個概念來講 那照理來說 它未來也應該是存在的 對 對不對 但是你看過未來嗎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就是說 當你現在講現在 現在已經是過去了 是 就是... 你講完了現在它已經過去了 對... 這個就是一個時間軸的概念 但是你現在為什麼這邊 因為我覺得那邊跟... 你們是不是... 你是把那一半租出去給別人 你是租出去的嗎 租給女兒... 租給女兒做 來... 數位時代的現在 中表店已經漸漸稀少 年輕一輩 該不會就是因為這樣 才轉做咖啡 那為什麼你就把它 這一半分租下來做咖啡 因為其實就是現在中表 到現在這個... 這個世代其實是比較... 西洋產業 我覺得我們這裡還看得到 這個轉變是因為我們是農業大線 其實在務農上 就是那些農夫身上其實 佩戴的錶還是我們店面在販售的 販售的 雖然有手機 然後有什麼Apple Watch 對... 可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可能在操作上 沒有那麼的便利 那如果說到現在 你覺得戴手錶的人多嗎 你看我們這裡面有這麼多人 只有... 因為沒有 對 可是他還不是這種手錶 你看不是 他是看健康的手錶 健康這麼多人 只有一個人在戴手錶 對... 對...你們家時間很多 這講得很好 我們到時間很多 每天圓圓所以我來煮咖啡 對... 我要煮咖啡給大家喝 確定要不來接家裡的工作之前呢 我在外地是在做咖啡館的工作 OK 對...所以那時候其實一個契機 跟一個初衷就是希望自己的家人 也可以喝到自己沖煮的咖啡 但是因為路程的關係 就是咖啡其實大家都知道應該要喝肉 對...會比較香 比較濃醇香 對... 然後還有它的口感 對... 那時候也還沒有咖啡店 所以就想說那是不是可以自己 試試看 自己來開個咖啡店 對...然後就是除了家人可以喝以外 我們也可以讓在地的居民了解 因為以往募農的時候大家是喝茶 機會比較多 對... 那喝咖啡它變成是一個很新的流行 對... 如果在土庫這邊的話 有一個這樣的鐘錶行 外形的古色古香 但裡面卻是飄散的是咖啡香 我覺得也滿酷的耶 而且你剛剛講從咖啡 從你永遠的地方要帶回來到家裡的時候 其實它時間就是存在的 真的...因為它就涼掉了 過去 現在 未來 不管時間到底存不存在 在鐘錶咖啡的母女身上已留下痕跡 他們傳承也轉型 延續了過往 走在當下 邁向未來 許多老味道經不起潮流的衝擊 逐漸消失 但是在土庫的街道上 就還有一家依然堅持老滋味的台式麵包店 每天一到出爐時間 人潮好總是不斷 老味道依舊在 新滋味也沒有少 在土庫 竟也有著 來自歐洲的麵包美味 這個就是... 嗨 大家好 你好... 妳在做什麼 這個是... 這叫做奧地利的鄉下的甜心 酸辣的 所以... 所以奧地利是吃甜點的 對 奧地利很愛吃甜點 吃到甜 對啊 很甜 這個通常呢 就是如果人家聖誕節 還是也是市集的時候 你才會看到 可能會有一些攤販出來賣這個 而不是像我們這樣子 去超市做個能力買得到 所以您是奧地利人 我老公是奧地利人 奧地利人 他是Tomas Tomas 你好... Bobby 然後你們現在穿的衣服是 我們穿的衣服是奧地利的 阿爾卑斯山的傳統 阿爾卑斯山 在奧地利 我沒去過奧地利耶 因為在... 為什麼我們說不是奧地利 因為阿爾卑斯山 可能有連接德國奧地利 對 那其實那邊都有 是某部分的層次 都還是有不看到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啊 那等一下 我可以吃一個嗎 可以啊 等一下都還沒好 我要掃上我們的糖粉 哇 已經奶油然後又糖粉 那不是奶油喔 這是我們做的義大利裝 在奧地利有些是擠奶油 那台灣有些把它改良成卡斯達醬 來 請用 謝謝妳 奧地利就是在那種攤販 你去想像有兩個少女 然後穿成這樣 然後賣的這個東西 嗯... 嗯... 酸...甜...脆... 而且清爽 對 它雖然甜 但它不膩 對 好清爽喔 因為奶油的話 它比較清爽 好好吃喔 還清爽 而且我們的豬皮 所以這法國豬皮 烤出來的時候是沒有什麼油的 所以這非常健康 這個法國豬皮 它就是講成天然的豬皮 好吃 我開始想要去奧地利了 怎麼會做奧地利耶 這看起來有點像台式 螺旋奶油麵包的修伯納卷 蛋白霜內餡吃起來 竟然是甜而不膩 奧地利甜點 有意思 我們要來學做奧地利甜點 這是我們的結段 所以它一定是一段一段 等一下你就跟著Thomas一起做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你要把它擠這樣子一條 兩條 那距離大概是兩公分 Thomas,你可以嘗試第一次 它要這樣子 就是 蓬蓬的 不可以扁下去 然後不然等一下烤出來 它就會失敗 你可以拿直一點 不好擠耶 對,它比較 它要有點硬 加油 你可以讓它直一點 對,你這個拿直一點 對 對 好,OK 然後第二條 真的 好像還可以耶 可以嗎 不要扁下去 因為你要讓它有點空間 牛飯昂糊粿 這是什麼東西可以 還是有的嗎 還是有些微的阿摩尼亞味道 好新鮮喔 好猛喔 一般人只是那個收養貓啊狗啊 然後你直接收養魔耶 台灣第一店 好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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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如果你 我覺得無聊的話 這好像以前在玩那個 攀石蛇還是什麼 歪掉了耶 它自己歪的 沒關係 它自己歪的,不是我 不是我 好,OK 第二步驟 蛋黃 擠在這個 兩個步驟中間 它自己歪掉 它留在中間就對了 對,把它補起來 對,把它補起來 所以你在家我無聊的時候 可以跟你的兒子一起 你相信我他們絕對不會 不會好好的醉 不會好好做這件事情 他們一定會摸到 全身上下全部都是 然後我老婆是要來罵人 我的兒子現在都會跟我們一起 整齒合 真的喔 好酷喔 刷蛋黃 其實剛開始我很快看他要進行 我是從我老公來的時候 他一直覺得 尤其應該要參與 對 對 其實德國人教育很好 對 德國人是非常 對教育上很好 他一直覺得為什麼小孩子 總是那麼晚下課 對 好了,就要趕快送進烤箱 我覺得我可以跟老公聊 教育這件事情 讓大家知道就是 在德國的教育是什麼樣子 對 它是很棒的 一般我們在奧地利吃飯的時候 真的就是像這樣嗎 對 這是我們非常標準的午餐 真的 對 你知道這樣的感覺 讓我覺得很像什麼嗎 很像就童話故事一翻開來 裡面桌上會擺出來的菜 我們吃肉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都會配沙拉 他們的菜一定都是做成沙拉 很少做成熱食 那今天的沙拉呢 如果配豬肉我們都會準備 這個是小黃瓜 酸奶沙拉 OK 這個是白蘆菠蘿沙拉 然後跟著一個高檸菜沙拉 這樣子 那是為什麼會到奧地 讀書 我沒有啊 我是在大學的時候認識他 那他剛好來高雄的中港 他是英俊爾 所以他剛好來出在 在我家隔壁的中港 真的嗎 你住在小港 我的父母住在小港 對 只在中港 對 所以如果說像這樣子兩個人 你們這樣相處下來 有沒有什麼是文化商 你最常常猜 你覺得會 會有什麼是 就是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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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害你們倆吵架 我會 你等一下我們關起門 來再說這樣 為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是 那個速度 你記得我們第一次去旅行 我一直做一個計劃 我一直一定是今天 比如說你好不容易去大義大利 你總是你要去看完ABCDE所有經驗 然後你老公就 來吧 他睡到11點 11點下來 他要去哪裡吃 不怕 然後我就想11點 天啊明天要回去 我還有什麼沒有看到 然後他就會覺得 我為什麼都要把時間排得這麼急 我去餐廳 我妻子就開箱 然後試試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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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鐘 10分鐘 跑完ABC的天 那當然滿有趣的 你們這樣整個相處下來 就可以去到很多東西 因為講講是滿好想的 對啊 我剛剛這樣吃這個 配上青菜 沙拉 我覺得好清爽 好舒服喔 這個烤豬肉其實因為每一區都不太一樣 他就堅持他一定要做他們家鄉做的方式 I'm still home Thomas來自奧地利北部鄉村 六年前和住在土庫的若涵結婚成為了台灣女婿 期間 若涵也曾跟著Thomas回到奧地利生活 嘗遍奧地利的鄉村美食 回到台灣後 心心念念能夠再吃到屬於奧地利的味道 於是動了自己做的念頭 我們今天也才有機會能在土庫吃到異國甜點 我會做你的香菇 你會吃甜點 然後呢 然後呢 它一次就一排啊 對 一次就是吃一排 天啊 好可愛 哇 好酷喔 我到底怎麼吃啊 通常會白黃 對 吃白黃 就這樣吃 好 其實那些斷 它有個綽號就是會消失的蛋糕 下去就沒有了耶 對啊 是嗎 對啊 因為它 它看起來是很大魚 但正道裡面就沒了 那你說會消失蛋糕是什麼 它即將快要沒了 沒有人會做了 真的 我以為是怎樣 接下來已經沒有人會做了 嚇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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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做甜點很厲害 對 所以我現在做的都是大部分是 我沒有在台灣看到的 雪段啊 有這個 對 還有那個也是 對 這個我沒看 裡面的那個蘋果卡特糖 裡面的醃料 是我婆婆的配方 那個就非常的歐洲味 歐洲 對 所以等一下我準備一個浪子蛋 我就去分享 真的喔 對 好酷喔 所以這個我們現在是可以吃的嗎 可以啊 你要試試看嗎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它甜點好吃耶 它沒有不膩 要不然甜食對我來講 是沒什麼消的耶 它其實真的看起來滿像鹹派 就比較薄的鹹派 我喜歡耶 好吃耶 那個鹹派 我們等豆腐拿出來更好吃 對 它真的有點像 好吃耶 你們甜點 是嗎 因為澳地甜點這麼厲害喔 真的耶 我不知道澳地甜點這麼厲害 我滿多說吃甜點 都會覺得說是什麼 日本甜點 法國甜點 但是澳地甜點 澳地甜點好吃耶 澳地甜點不漂亮 它有一種鄉村感覺 對 它一個很鄉村的感覺 對 就是來自於我們住的地方 就是很鄉村 澳地利甜點對土庫來說 是新滋味 不過樸實的鄉村風 倒是和土庫不謀而合 也讓我們大為驚豔 家良啊 你剛剛 點點吃不少耶 接下來 要換你表現了吧 你可以回想一下嗎 我其實覺得有點面熟耶 但是你們這裡 應該不會有犀牛啦 好不好 不會... 應該就是牛本身吧 對 對不對 對 對啊 因為這個看起來 它的出... 我跟你講我已經摸動物大便 已經摸到 我可以分辨它了 這個呢 它上面 因為它的纖維是透過四個位 攪出來以後 所以比較細一點點 牛糞喔 你要怎麼做 彈香把它倒進去之後 你用彈香 你這麼費工喔 對... 牛糞昆菇粿 這是什麼東西 把它點燃的時候 夏天就不用那個... 驅蚊 驅蚊 其實牛糞是很有用的 但是我以前不知道要加這什麼 彈香 對 還是有好不好 還是有些微的阿摩尼亞味道 好 這樣扮它是不是 對 你雖然說知道在做蚊香 但你是要拉賽 你還是會覺得有一點... 你幹嘛一直要叫我拉賽啊 真的就這樣拉 對 真的... 其實滿新鮮的耶 這個其實... 小秋 我兒子最愛的小秋 來... 好新鮮喔 安睡 外界有名的安睡 你聞一下... 是什麼味道 你聞一下什麼味道就好 你很聰明 你很... 通常都怎樣 你知道嗎 你聞一下什麼味道 我就要拿起來聞了 我才不會這麼做耶 要不是因為它真的能做蚊香 你這樣去摸一個動物的尺寸 還是真的覺得滿那個的耶 你不要摸到那個鮮的耶 我跟你講還是有一點味道 真的 你為什麼不扮 為什麼有溫度啊 剛剛鮮辣的啊 真的假的啊 真的有溫度耶 不要只是溫體牛肉 這是溫體無塞耶 我有一種... 有一種 回到當初幫豆大福 豆大人 輕塞的感覺耶 你為什麼會想要跟牛有關係啊 那時候 你要打電話來 只是把它收養而已 你是收養牛 對 為什麼念要收養牛 有 兒的嘴巴可以咬得動這個喔 可以咬得動啊 這這麼硬耶 你如果是被他的嘴巴收到啊 你是馬上可以停下來 到你成功叫乾脆重 沒有成功叫乾脆重 沒有成功叫乾脆牛肉 是成功成功的你看 一隻牛 台灣第一點 你是收養牛 對 那時候都沒有想到說 要養幾頭牛啊 那就一口氣三年 你就收養三頭牛 其實你知道牛飼料啊 養牛很花錢耶 對不對 你給牠喝 給牠吃 收養來幹嘛 就不要被殺掉 有一頭是從花蓮吉安鄉來的 吉安的 對 那真的蠻會務農的牛喔 對 有耶 很有潛力喔你 你覺得我很有潛力是不是 你要不要留下來 來做 你該不會要把你家的牛 過季給我吧 可以啊 你要過間養的 因為牠從吉安來的 從吉安來的 然後我再把牠帶回吉安 然後牠回到那邊講 我怎麼回來了 未來這個地方是 台灣第一個 怎樣 民間版的一個 縮養牛的一個安養中心 是在這一塊 你荔枝要做這樣的事 對... 你好猛喔 一般人只是只有收養 貓啊 狗啊 然後你直接收養牛耶 對 牛的長照中心耶 對... 其實我覺得以後 我可能也需要耶 你要不要收養我 老牛的長照中心 家良啊 你這個想法很跟得上時代耶 不過四年前 收養第一頭的時候 他的人生並沒有這個選項 只是單純返鄉 以自然農法種田 自從收養了牛 家良以田養牛 讓老牛能安享天年 因為對他來說 老牛的存在 代表的是該時代的文化 而有了文化 農村轉型才有根基 說到了轉型 家良說 有個人和他志同道合 來去拜會一下 怎麼那麼有機靈 很明顯它是有機玉米 它看起來 你這個是拿來賣的嗎 沒有 這個是要給兒子的 對嘛 我剛剛就想問你看 如果說你是要拿來賣的 請問一下這個怎麼賣 你去市場上 你去市場上 這個應該沒有辦法吧 沒有辦法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是專門種玉米 給兒子吃 對 給兒子吃的 怎麼砍啊 我剛剛這樣砍對嗎 這樣子砍是對的 對的 對的 因為這樣 一次就上手 是喔 幫我們都會這樣 留一截 因為它下面的骨已經比較老了 下面的骨比較老 是因為有鵝也不能吃了啦 基本上已經吃不動了 等一下 鵝的嘴巴可以咬得動這個喔 可以咬得動啊 這個耶 這這麼硬耶 它像上面這一個區塊 全部都吃掉了 不是這樣子的嗎 一直這樣嗎 對啊 但它的怎麼感覺是這樣 感覺好像是像牛啊 它的嘴巴也會這樣喔 它的嘴巴 其實你如果是被它的嘴巴捉到啊 你是馬上黑青的那一種 如果被它的翅膀打到啊 整個也是黑青的 翅膀打到也會黑青 對啊 而且 鵝這麼猛 而且你被它打到的話 你可能那一天手抬不起來 真的假的 太誇張了吧 真的啊 怎麼可能啊 因為它那個力道滿大的啊 要是在一般情形下 我是會說我不信 然後去試試看 不過這一次我相信了 因為橫金可是來自 擁有三十多年畜牧經驗的養兒人家 對鵝的習性撩弱直掌 也因為鵝的著實力到驚人 才能將在賣相極差的玉米 當作食物 它們剛好像是來領門票 你知道嗎 就每隻鵝經過我前面就這樣 一手 一片葉子 一片葉子 基本上它是像這樣 但我還沒有看到它們在吃梗 它們是全部都吃 它們葉子會先吃光 對 然後隔天你來的時候 連梗都沒有 整個梗都不見 都吃掉 對 所以這邊都是肉鵝 除了肉鵝還有用鵝油 鵝油 鵝油拌麵 鵝油米線 鵝油拌飯 鵝油冬粉 我們鵝油是拿來做手工造 鵝油 鵝油不僅種植玉米 木草當飼料 更因為鵝很容易受驚嚇 便24小時在場內播放音樂 讓它們適應隨時都有聲音的存在 就不會被突如其來的車聲 或鵝炮聲嚇到 這個就是鵝油 其實鵝油看起來蠻輕的 鵝油本來就比較輕 比較輕 那你怎麼把鵝油拿出來的 一般都是給夾工廠他們去處理 然後我們跟他買回鵝油 那是白色的是什麼 是要脂肪嗎 對 它的脂肪 我們基本上是除了鵝油以外 還也是會有添加植物油 所以任何的肥皂都是要靠油耶 為什麼以前的人很喜歡捕鯨魚 他們捕來的鯨魚 絕大部分人就是要它的油 然後要來做肥皂 對 還有做一些好像香水還香料類的 蠟燭 蠟燭也可以 對 以前他們就很需要這個東西 肥皂要做起來需要什麼東西 基本上你要加油跟鹼 它就會化學反應 就會變成肥皂 鵝油做出來的肥皂 跟我們一般其他 油做出來的肥皂有什麼不同 如果肌膚有比較敏感的 它是可以達到一個舒緩 真的嗎 然後像它的保濕能力也是比較好的 就很像我們那個什麼 柳西蘭不是有那個綿羊油的乳液嗎 對不對 也是一樣的啊 就慢慢整就好了 因為用得很快 它很容易就會噴出來 因為本身有含鹼的東西啊 就是你噴到手都會變成腐蝕 你現在這樣子 它到時候是要拿來洗手洗 但是你現在還沒凝固前 它是會腐蝕的 對 因為所以我們才會 把肥皂晾起來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讓它去做一個 退檢的動作 退檢 對 返鄉幫忙管理鵝廠的橫筋 接手沒多久便遇上了禽流感 讓它很苦惱 所幸啊 在看到期刊報導 鵝油用處後 開啟了它將鵝油 作為手工皂原料的想法 也成就了現在各式的鵝油皂 它剛剛退多久 基本上是45天跟60天 45天跟60 什麼意思 為什麼有45跟60 差別這麼大 45天的時候 我會去看說 它已經適不適合洗 因為我們會有另外的檢測劑 像這個啊 它已經起油斑了 基本上就已經是算壞掉了 油斑 對 這個算油斑 這個耶 就這個 一點點黃黃的 那這壞掉要怎麼辦 壞掉基本上是丟掉了 你可以拿來洗地啊 一些什麼的吧 可是你洗下去整個會有那個 XX的味道 是不是很厲害 我其實很喜歡煙燻 它那個 因為煙燻比較容易 而且好吃耶 鰻魚腸很酷耶 等一下就可以來試吃看鰻魚腸的味道 剛剛有好幾百隻的鰻魚腸 來這個鰻魚腸 好吃 台灣第一點 這個算油斑 你洗下去整個會有那個臭油癌的味道 蛤 會有油味 對 會有油味 我跟你講這個呢 就可以拿來當聖誕節啊什麼節 交換禮物用 這個 交換禮物這個很好 回去洗喔 怎麼越洗越油膏味耶 對 黃金的鵝油手工皂 堅持使用的 都是在小農種植 或是法國的植物油 最重要的是用自家養殖的白鵝 萃取出的鵝油 無過多添加也無多餘的加工 為了是維護品質 它還有一個小小的堅持 現在是削邊 就是如果沒有削邊的話 它會粒粒的 然後比較容易割傷手 也是可以用器具輔助 可是如果你用器具輔助的話 基本上你就看不到它整個的表現 你用手的話 它如果說有一些缺陷 或者是該打掉 你就可以馬上輔到 為了促進地方產業發展 橫金除了開發自己的鵝油罩 還將地方有機米 像是家糧種的米 碾成糙米後 加工成米果 不添加香料 保留米香 原汁原味 不僅讓傳統產業 找到新的銷售方向 也為自己帶來多元的發展 多元的土褲還沒完 家糧說 有位自稱女王的小姐姐 她的甜品很值得推薦 供請女王出場 在女王首作甜點裡面 你覺得就像我這種 剛來土褲玩的人 然後走進來 你會推薦我吃什麼 薑汁壯奶 薑汁壯奶 對 薑汁壯奶就是 造成成功叫薑汁壯奶 沒有成功叫做薑汁牛奶 就是用喝的 薑汁壯奶不是香港的嗎 對 在土褲吃香港的薑汁壯奶 對 在下下很少人吃的 真的嗎 真的 可是妳自己覺得妳很厲害嗎 是啊 真的假的 對啊 那她的成功跟不成功是怎樣 看就知道了 真的嗎 看一下 這個嗎 而且妳還有這個耶 對 因為當初的構想就是 放在我這裡拿去給客人 他還需要等待 對 所以我就用漏斗 讓他不會那麼無聊 讓他自己等待 對 就覺得放在 放在他桌上的時候 就告訴妳還不能碰 因為漏斗還沒漏完 對 就像現在我就是必須等 對 還不能開 不能開 我在香港吃薑汁壯奶的時候 沒有這樣的感覺耶 還是等它的中間 我有沒有其他的品 可以耶 檸檬蜜地瓜 檸檬蜜地瓜 等一下我們再加一點檸檬皮 內行耶 我可以吃一個 檸檬蜜地瓜 它涼的比較好吃 涼的它會帶甜 蜜地瓜你在外面吃到的 也會有 但是很少有這種口感 好吃耶 它真的是鹹酸甜耶 哪來的鹹 鹹 有啦 有 有 還是有一點點 味覺 每個人會吃 的那個牌是不一樣的 不太一樣 真的喔 對不對 這真的好吃耶 好了耶 我的五分鐘到了... 我要開囉 那你知道嗎 好 我把湯匙放上去 沒有拆下去就是成功的 這樣就是成功的 真的耶 它真的撞到了 你看 它是類似像豆花的概念嗎 對 我有加一點黑糖 高級耶 它不是那麼膩 它有薑 薑的香味 然後呢 它有帶有一點奶茶的風格 好吃耶 好吃耶 吃成功成功的 你看 一定要 女王的屁股來了 一定要 在這小小空間裡 不僅有女王自信的甜品 還有女王對藝術的熱愛 座位旁邊展覽牆 就是另一個亮點 展覽一些藝術家的作品 可以是畫作 也可以是剪指藝術 希望可以帶給顧客 味覺 視覺的雙重享受 離開新舊融合的土庫 稍稍往西南移動 經過了北港來到了水泥 在這一區養殖池底下 有著台灣出口日本最大宗的漁獲 那就是 鰻魚 對 老天 可以用嗎 直接丟下去就好了 所以他們都知道你要來餵了嘛 鰻魚應該很聰明 對啊 太多了吧 這是最小的嗎 對 最小的 這台灣白鰻 對 台灣鰻 鰻魚在削整個亞洲 台灣鰻魚在削整個亞洲 算很厲害 尤其都削日本對不對 對 我記得我以前在打工 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去一個朋友打工家 然後在他們家打工 都是看到日本人 開那個大的貨車 然後來就會放那個池子 然後會打那個真空包 對 整包 整包 全部都放到車上去 然後就空運去日 我小的時候因為鰻魚 我還一個月賺過五萬塊的零用錢 文聰哥有三十多年的隨產養殖經驗 他所養的鰻魚 通過二次出口規格檢驗 無藥物殘留 以出口日本為主 近年來會推廣美味的鰻魚 圍巾廠商代工製成普騷慢 生鮮慢等產品 讓消費者在家也能享用 這樣就來了 來 倒吃掉 倒 倒下去 為什麼這種是吃這個 不是吃泥的 不是 這是浮料 用噴的 那你要它等一下的全部上來 全部都上來 一層裡面 差不多幾倍 這層剩差不多15倍而已 15倍 它有一層在那裡的時候 還可以加下去 差不多要他吃到256 25000左右 256 你一個人 你一個人在做 你女兒不是有回來幫你搭訕嗎 沒有 這不是 他現在很無用 他這麼無用 他不是說返鄉嗎 對 返鄉 但是他在我價格旁邊沒有 他在創造農業的 那個 那一棟 對 那一棟 對 這個不孝子 爸爸在這邊弄 就是餘溫 不會 弄得累得要命 不會 他也是有空的時候 會過來看一看 走一走 看一看 他就是不願意跟你做 同樣的事就對了 這個 因為賣以後 他資本而高 資本而高 不一定不會賺錢 對 農業是腳踏腳 對 彈得了他 你們家就算滿厲害的 有魚 有農 你幾個小孩 三個 三個 那你就農魚木全包了 再去做一個木的 養木的 養木堂的 木有 我有種那個樹木 不是那個木啦 文聰哥 你很幽默喔 也幸虧你很開明 知道兒孫自有兒孫服 不必守的上一代 開創出來的產業 而是返鄉 能有別的出路 又能跟自家養殖與業搭配 自然是樂見其成囉 為什麼現在外面的溫度 37 38 37 38 差不多 在裡面呢 裡面應該在35 36 低一點點 只是低一點點而已嗎 整體 對 我為什麼站在這裡 我覺得只剩下25了 好舒服喔 你在最涼的地方 這個是什麼 降溫水牆 以往都用在染花溫室 或用在雞色 雞色 畜牧用 對 比較涼 但是有一個問題 它上面都是青苔 對… 我不要就是會附著在這青苔上面 對… 它會在上面很殘暖 那為什麼裡面沒有 其實它的生長的環境 它需要擠水 我的水都是循環的 它沒有地方去 繁衍它的下流帶 30歲出頭的眼熏返鄉後 先是跟著爸爸一起養鰻魚 發現農漁民在銷售種植養殖上有盲點 2016年便開始規劃身材無獨的蔬果 朝能吃得安心而努力 為了提升農產品供需的穩定度 則以小黃瓜為目標品牆 我覺得你發展真的很棒耶 你這裡面好像就是一個秘密花園的感覺 現在剛好全部都在開花啦 還滿漂亮的 我好像沒有看過小黃瓜花 真的喔 我只有看過小黃瓜本人 因為我吃到的時候基本上已經醃好了 已經沒有好了 這可以摘嗎 可以 可以摘 怎麼摘 很簡單 手抓著用食指地頭這邊 輕輕撥一下 就這樣起來了 而且小黃瓜是說是有刺的 對對對 你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細刺喔 有沒有 那為什麼我們以往在吃小黃瓜的時候 都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送到我們的消費者手上的時候 已經經過了好幾層的分級包裝 很多人摸過了 所以它的刺都不見了 你看新鮮的小黃瓜 這裡有天然的精神 所以這新鮮是可以吃的嗎 可以啊 你確定嗎 我只顧什麼 當然可以 小黃瓜本來就生菜殺到我們 不是都吃生的嗎 來 不用怕啊 你先啊 你怎麼看起來比我還怕 我跟你講 外面呢 37 8度 透過這個水牆裡面 好不好 剩下個35度好了 這根再下去 保證只剩30度 好舒服喔 清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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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的環境 清脆的小黃瓜 是眼熏 花兩年時間開發 離地介質栽培技術 自動化養溢系統 環境控制系統 熱水零洗 消毒溫室設施而來的成果 這項研究 也讓它拿下 創業揮固理全國冠軍 而且無償讓 有農事需求者共享 提升全區域農產產能 你之前都已經宣化好了 對 標準是我們自己訂 自己訂 對 我們按照我們的需求 對 我們的通路商 我們的那些直售的那些店家 他們的需要 有的人喜歡粗一點的 對 有的人喜歡細一點的 像是飯店 他們都喜歡細一點 日本料理店 對 小黃瓜切片 煙小黃瓜 對 然後像食品加工廠 他們喜歡粗的 因為他們有機器去切 切 對 所以我們會把它分開來 聽說你這邊的小黃瓜 你還會蓋棉被 什麼意思 保溫 保濕 對 保濕 蓋棉被可以保濕 台灣第一店 蓋棉被可以保濕 因為我們小黃瓜 沒辦法每天一直出 我們會留一些給我們的 宅配的客戶 你要讓它 小黃瓜不要軟掉 就是要維持空氣的適度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 用門被蓋起來 然後裡面放濕的包子 對 對 你這樣子其實 上手了 你也沒有用機器分 你都是用人工分 對 目前 台灣大部分的人 都是人工分 用人工分 機器其實我們有在開發 對 但是那個成本太高了 根本太高了 對 我們目前可能 要投資300多萬來圓堂 真的 我跟你爸講 對 我爸 他會支持你 要看他的能力 他當然如果他的能力 他的經濟許可 他就會支持 真的喔 對 平時忙著在田裡作業 爸爸則忙著養鰻魚 農魚看似不相干 舔燻就是有辦法 讓它串聯在一起 今天要做的叫做 煙燻白蜜 用白蜜魚下去煙燻 只有在產地才做得到 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太貴了 沒有人這麼處理的 而且一次還一整尾 真的 它是一整尾的耶 你以前 你是不是從小就吃蜜魚了 對啊 從小吃喔 對 小時候很常吃啦 真的喔 長越大 越吃越少 為什麼就不想吃了 對 長大了你就捨不得吃了 為什麼 因為 長大以後你就知道 我們家的產業嘛 就是養子蠻魚 那你就知道養蠻魚可以 蠻魚很貴 很貴 超貴 可以花很多錢 對 那爸爸養子很辛苦 對 所以就捨不得吃 讓他去換錢 換錢回來 對...才可以有錢 讓我們上學 上學 對 你小時候吃過 最好吃的鰻魚是什麼 誰做給你吃的 小時候吃過最好吃的鰻魚喔 阿嬤吧 阿嬤做的 對 阿嬤是做哪一種 燉的 燉鰻魚 鄉下都是燉鰻魚 去苦以後下去燉 你整個都入口幾號 對... 然後有拌飯 對... 那個要燉的 然後用那個麵線 這樣 來... 是不是很厲害 對啊... 我其實很喜歡燉燻 因為燉燻喔 比較容易 而且不複雜 選對了木頭放進去 調味調一條就可以了 剛剛我已經做了很多次給你們看了 好不好 有學到的人呢 就學到 沒有看到的人呢 麻煩YT頻道 懂嗎 而且我們要... 我們YT破十萬喔 很開心喔 然後還會有小禮物 精美小禮物 還是你要提供個鰻魚送人 可以啊 可以喔 我幫你們拗到了耶 看... 食材只要新鮮喔 就會好吃 你在小時候有沒有吃過這樣 小時候沒有吃過這種方式 真的嗎 吃吃看 好吃耶 嚇我一跳 我以為它第一款咬進去 真的好吃 它真的有那個... 煙燻的味道 對... 真的耶 有進去 滿特別的耶 新口味... 這個做法怎麼樣 還蠻多汁的耶 而且QQ的 不軟爛 換吃你的喔 這你煎的嘛 對... 我好像吃了一塊牛肉耶 和牛嗎 真的 它就是像和牛一樣 所以不要錯過囉 YT破十萬 然後有人要提供慢用 不可以 剛剛這裡有幾種做法 對 生鮮 它有幾種做法 有兩種 你說我在看對不對 拿到鰻魚就照這麼做 好不好 其他不用多說了 你可以去煎魚場 好 OK 看待會兒現在做菜就很想 很想下去幫忙 因為這是一個好的東西 鰻魚場耶 這個都留給自己的朋友 或者認識的人 跟我們一起 真的喔 因為那個要真空包裝嘛 對 會比較... 在食品安全來講 還是賣工廠出來的會比較好 真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朋友 對 可以 鰻魚場很酷耶 等一下就可以來試吃看 鰻魚場的味道 加點胡椒粉 對 天啊 我的人生第一次吃到的就是 這算是...也算是滿... 它的長跟乾 好吃 真的好吃耶 對... 它吃起來不太像魚場 因為一般我們想像的魚場呢 你就咬它軟軟的 軟軟軟軟軟的 然後可能細絲細絲 就好像我們常常吃的 薯仔魚醬嘛 你吃起來你就覺得 OK 嚼飯 有香氣 芝麻香 它吃起來呢 很像我們在吃那個 粉豆豬小腸 它很脆 而且它有一個 乾苦的味道 甘苦的味道 這太好吃了啦 對 你從小就吃這些東西耶 這是個好東西耶 對不對 所以這邊還有什麼 這個是你做的 誰說濃郁不相干 誰說富士必須同一個產業 也均反向帶動農產發展 再連結養殖漁業 將農產品巧妙的融入漁獲 無論是料理方法 或是行銷疏通 負責雙搭效果加成 也期待他們未來的發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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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